繼續關心SBL總冠軍賽的第五場 達新使出全力 後衛羅玉群是關鍵人物 他不但守住玉龍的陳志忠 進攻得分 還帶動全隊的士氣 反而是玉龍 太多罰球投不進 外線的命中率也低 最後達新以89比76 打敗玉龍 前兩場沒有發揮三分火力的達新 在沒有退路情況下 全力出擊 除了進去攻勢 第一節就標了四顆三分球 取得九分領先 第二節開打 換成玉龍開炮 三分外線還是比較把握的 楊哲一和呂正如 延續三顆三分球 加上李學玲快速切入 把差距縮小到一分 不過玉龍沒把握罰球機會 11罰只中四球 而達新有騎兵冒出頭 後衛羅玉群不僅守住 玉龍關鍵人物陳志忠 更拿下上半場全隊最多的七分 達新上半場以38比32領先 下半場一開賽又是一輪猛攻 除了後衛黃寶志和羅玉群 田磊發揮外線火力 雷哥這是一個外圍的空檔 就是要這樣的一個空檔 一下子達新領先玉龍14分 玉龍外線陷入困境 只能靠內線零星單打取分 一直拉不進差距 第四節兩隊打得四季率敵 不過比賽剩下三分多鐘 陳志忠連兩季三分球 把比數追到個位數 陳志忠一帶過來 就投進了三分球 只是達新有羅玉群 和洋將艾倫擋路 玉龍始終無法再拉近差距 最後就以76比89敗給達新 SBL總冠軍戰 玉龍戰士以3比2領先達新隊 明視新聞黃昭鍋水城 綜合報導